这是李世民人生中最接近黑话的时刻 父亲的猜忌和不信任 亲兄弟的算计与防备 逼得李世民不得不做出反抗 就在白天的时候 李元刚把李世民一顿痛骂并赶走 结果到了晚上 又叫上李世民与李元吉一同开party 李元跳着风骚的舞姿 李元吉在一旁疯狂地叫好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欢乐的时光 唯有李世民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李世民想起白天长孙无忌对他说的话 期望李元吉让他驯服一匹烈马 是包藏祸心 诬告他有天命 是想置他于死地 而太子的东宫护卫 也已经增加到了两千人 明显就是在防备着李世民 这一切的一切 皆源自于李世民的功劳太大 权力太高 使得所有人都对李世民生出了浓浓的敌意 而看着父亲李元今晚的这副胶舌营一模样 这让李世民想起自己的母亲 可惜啊 母亲看不见了 结果李世民的这句感慨话 却让李元吉给听到 当即跑到李元耳边嚼舌根 二郎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我亲耳听到你说 可惜母亲见不到父皇现在的样子 元吉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给我滚出去 父皇 气急败坏的李元直接拿起酒杯砸向李世民 再一次让李世民滚出去 一天之内被李元连续赶了两次 这让李世民十分沮丧 最终离开了现场 没多久 被杜烟成功策反的尔朱焕和乔公山来到仁志宫 并向李元表示 他们受东宫左率围挺之令运送盔甲给庆州阳文干 但由于私运盔甲乃是大唐明令禁止的 因此他们不敢执行 只好来向陛下告发 太子 怎么会有盔甲 盔甲是太子平定留黑榻后留下的 未交还并布 虽然两人所告发的是庆州阳文干 但盔甲却是从东宫传出去的 而且阳文干先前又是太子的侍卫 这让李元怀疑李建成这位太子已经等不及了 于是派人以自己弃病发作为由 让太子速速送药到仁志宫 紧接着又召见仁志宫的护卫将军宇文尹 让他速去庆州将阳文干带来仁志宫 不要说 有人告发的事 是 去吧 另一边留守惊失的李建成 在得知负责运甲的两人竟然跑到陛下面前去告发杨文干谋命 而陛下又在此时召见自己 说明李元定然是怀疑自己有谋反之心 于是叫来了自己的智囊团商议 而魏征在得知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后 当即表示 谋反的罪名恐怕是变不清了 但李建成要听的可不是这个 他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好在这件事目前没有直接指向太子 现在只要阳文干什么也不做 光是准备盔甲 事情也不是非常严重 最多就认为是太子用人不当而已 殿下现在所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在陛下面前指口指心 成人有误 毕竟这个东西是和东宫有关的 只能这样吧 否则 就会越淹越黑啊 听完众人的建议后 李建成便马不停蹄地赶忙人志宫 念见李渊 祖王 要 我拿来了 李渊并没有说话 一旁的张杰宇主动上前 接过李建成手中的药 紧接着两人四目相对 张杰宇向李建成做了一个手势 示意李建成放下心来说话 而有了张杰宇的提醒后 李建成便开始了他的表演 私用盔甲兵器 使痛谋反 二臣之罪 不过 臣君是 作王 称我陛下 那是不知大事 陛下 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我有话要跟陛下说 说 李建成表示自己之所以这么做 皆因秦王公刀镇主 手下的文臣武将更是多不胜数 文有防谋度断 无有欲吃尽得 这种种迹象都表明 秦王有取太子而代之的想法 万般无奈之下 李建成才想出此下策 而李渊听到李建成的苦衷后 火气瞬间就消了一大半 本以为事情就到此结束 结果 秦州吉地 杨文干发 什么 来人 把太子拿下 李建成还想解释 但李渊此时已经不会再听信李建成的任何话 传秦王 你要好好地布置 事情解决的话 太子 就是你了 这可把李世民高兴坏了 心想这颇天的富贵无论如何都要接住 于是当即带上兵马 前往庆州评判 太子被关押 李渊重新重用李世民 这让李渊急坐不住了 万一太子真的被废 让李世民坐上太子之位 那按照李渊急先前的所作所为 李世民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因此 在还没有坐掉李世民之前 太子绝不可被废 所以为了保住李建成的太子之位 李渊急找到李渊 准备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来向李渊分析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李渊急向李渊提出了此案的三个疑点 押送盔甲的兵将 为什么上山告别 杨文干 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于文盈 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什么 杨文干在谋反之前 可是一点征兆都没有的 为何宇文盈一去 杨文干就谋反了呢 必定是宇文盈向杨文干 说了有人告发他的事情 但李渊却觉得不可能 因为李渊派宇文盈去庆州之时 就已经跟他交代了 不要向杨文干提起告发的事情 但是他下山之前见过秦王 如果说是有人指使宇文盈 将告发之事透露给杨文干的话 那太子最多就是个管教不严的责任 与谋逆可没有一点关系 而要证明李渊急的猜测是否为真 那也很简单 杨文干和宇文盈一死就清楚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人会杀他们两个灭口 被李渊急这么一分析 李渊也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便安下心来静等庆州那边的消息 没多久 庆州那边就传回了捷报 秦王大获全胜 一举歼灭叛军 杨文干呢 被秦王斩于阵前 宇文盈呢 死于乱剑之下 庆州所发生的一切 果然被李渊急给说中了 杨文干和宇文盈全部死了 这让李渊不得不相信李渊急的猜想 庆州的叛乱之事果真与太子无关 都是李世民所设下的圈套 随后 李渊下旨让身在庆州的李世民宿回长安 并释放太子 让太子和齐王一起陪同自己返回长安 在回长安的路上 李渊让裴继秘密前去庆州调查 结果事实与李渊急所说并无差别 事发之时 秦王府的杜燕就在宾州 而且宾州长使席变又曾是秦王府的人 这一切联想在一起 足以证明是秦王府的人在坐手脚 而李渊也是一阵后怕 李渊的提醒自己恐怕已经废掉太子了 那陛下看 这件事要不要再查下去 李渊当即制止了裴继 让这件事到此结束 再查下去又能怎样呢 毕竟守心守备都是肉 大郎 筹备盔家 是为了防备二郎 二郎 时刻注意动工 抓住巴饼就上告 都有 指对方与死地的幸福 这哪像是轻骨肉啊 裴继表示如今太子与秦王两兄弟 已经视如水火那般了 再不解决 迟早会出大事的 李渊也知道这其中的厉害 于是为了缓和他们几兄弟的关系 李渊专门设下家宴 准备亲自为几兄弟调和 最近发生了杨文干事 是大唐的惹灰 是我们李家的丑事 李渊直截了当地告诉众人 杨文干一事 他已经调查清楚了 但越是查清楚了 就越是痛心 因此 李渊下令庆州之事到此结束 郑所为养不教 父之过 李渊身为父亲 过去没有跟他们说清楚 是李渊作为父亲的过错 所以这一次他不会追究几兄弟的过错 但是对那些为人臣而有野心的人 朕不能不有所承见 秦王府的杜燕 东宫的王规 围挺 一律流放到西州 太阁 秦王 有意义吗 两人自然不敢有任何意义 纷纷跪下谢恩 李渊以为解决了兄弟两个界底 于是招呼众人举杯畅 结果一道急报打破了此刻的宁静 草原十八步进败 好 不觉率领三万铁骑一路南下 势如破竹 几日的时间便可打到长安 李渊当即做出应对 先是下令让蒲州的李靖 带领他的五千兵马 按兵不动 待突厥途经蒲州之时 在领军跟进 寻找机会从突厥后方偷袭 随后将长安城内的一万精兵 全部集合到渭水南岸不振界 而立功心切的李建成 则是抓住这个机会 向李渊主动请战 陛下 我愿领兵征讨草原十八步 就在李渊准备欣然答应之时 或者领兵防守长安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李渊都措手不及 只能直愣愣地看着李建成 李渊无奈地长叹一声 满脸失望 相比起李建成的滑头 李世民则是早已做好被照的准备 命秦王为征讨新军大总管 淮安王为新军总管 我命你们率长安全部人马 三天后必须出发 祖计十八步 是 收到李渊的任命 李世民当即离开去做战前准备 李世民离开后 李建成就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突厥的人口虽然不如大唐 但是他们却有着近二十万的骑兵 而大唐能用作战马的马匹 却不足十万 如果用他们的步兵去 与突厥的骑兵作战 根本就没有胜算 就在李渊无比烦恼之时 一旁的裴激又开始乱陷阱 裴激认为大唐的优势在于帝国 但长安在地理位置上临近突厥 如果突厥进攻长安的话 仅仅几日就可抵达长安 自古以来 万一骑兵作乱一直不绝 但也就仅限在黄河流域附近侵扰 骑兵想要南下根本不可能 所以 前景附近南下 惨败肥水 虽有骑兵 也无所用 裴激的意思很是明确 就是想让李渊迁都南下 这也未尝 不适的办法 李渊认为此事国力尚未恢复 真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 也可以先行退后 暂避突厥之锋芒 等待国力恢复 再来收复失地 报仇雪恨 最终 李渊敲定迁都作为应急方案 而新都迁往何处 在经过众人的商议后 一致决定将襄州作为新都 并由裴激负责迁都示意 未争得知迁都之事时 是极力反对 李渊成也明白迁都并不懂 但现在陛下都已经有迁都的打算 李渊成也不想去反对 只能是顺着陛下的一句做事 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日后恢复国力 再来收复失地 彻底平定突厥 与此同时 李世民在得知迁都的事情后 当即火冒三丈 仗都还没打 就要把京师长安拱手相让 尤其是得知迁都是太子提出的以后 李世民更是恼火 真要迁都了 恐怕大唐都保不住了 还有什么太子 带到裴激做好规划后 便在朝会上说出自己安排迁徙的计划 由于人数过多 没办法一次性全部迁移 因此 裴激打算先迁移宫廷 然后是官府 最后再是百姓 但宰相萧宇却不赞同 若是把百姓留在最后面 万一突厥打进了长安 那长安城内的数十万百姓该怎么办 难道也要送给突厥吗 李建成表示 朝廷自然不会放弃百姓 会留下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保护百姓 如果有这样一支军队 那现在就应该可以保卫长安城 要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军队 那将来的军队又从何而来呢 萧宇的一番话 直接把李建成给对的无言以对 就在双方陷入僵持之际 李渊发话了 这个决策是国家的重大损失 可是 也只能如此 就在李渊准备最终拍板之时 秦王李世民来了 这一个军队 他的军队